Hello 各位好啊 我是你们的评书 今天是我们微博爆换写诺课的第五课啊 今天这节课的内容是一个怎样成为一个花落 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 因为这样啊 因为你做微博的几个要点 或者说你做自媒体的几个要点 就是这么几个 第一个成为花落 因为你要非常能写 这是我今天发的微博 说做自媒体的几个要点嘛 第一个要成为花落 你叫非常能写 非常能出出 我大概每天要写三四十条微博吧 正常情况下啊 正常情况下三四十条微博要写出来的 然后呢写的越多越容易成为爆款嘛 第二个就是内心强大 你不用担心别人说你啥 因为你只要是你被看见 被更多人看见 就一定会有人讨厌你 是吧 不要内心强大 如果你内心不够强大的话 你做个自媒体你就会崩掉了 天天有人骂你对吧 像我每天打开微博 每天至少有十个人在骂我 那我怎么办 我看见都没看见吗 对吧 第三个多数爆款 我们这几个课啊 我们这个爆款几多课 其实就是爆款嘛 十几个课都在讲各种出爆款的 这个慢慢讲哈 第四个是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就是你怎样赚钱 有人问过这个逻辑 问过 但是我没法帮他打 因为他复杂了 盈利模式很复杂 我举个例子吧 我们有一个短视频大货训练营 对吧 短视频大货训练营 它的盈利模式非常简单 就是你去抖音平台 快速平台 那个视频号平台上 你做视频 然后呢有流量 有完流量之后 就直接带货就好了 带货直接就可以赚钱 这就是盈利模式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主要盈利模式 你们也知道 我在卖课对吧 我的主要盈利模式 是有流量之后卖课 然后呢 这是我的主要盈利模式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盈利模式了 我们在抖音上有团长 就是我的学员 带货也帮我赚钱嘛 我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盈利模式 但是最主要的 最值得的就是一个 就是卖课嘛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做微博的话 你首先要想清楚几个点啊 我们回头会讲一个 知识复费课 会有个知识复费课 然后呢 那是一个完整的盈利模式 会教给你们 如果你想做实识复费的话 你等着我看一个课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要点 那么怎样成为华乐呢 三个点就好了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我讲的所有课都很简单 第一个碎片化写作 第二个跨平台整合 第三个建立资料库啊 就是三个点 就三个点保证你可以成为华乐 非常简单 来第一句 碎片化写作怎么写 三句话 随手写 随时写 重复写 我解释一下啊 就是你写微博的时候 你要注意 不要去写文章 你不要把微博当作文章去写 如果你没写一条微博 你都准备写一篇文章 那你就完蛋了 这个第一个是你写 写不到那么多 第二个呢 你写的文章 未必符合微博的逻辑啊 未必符合了微博的 你可能花了很长时间 去写一篇微博 出来之后完全没有流量 但是你可能随手写几句话 就有流量了 对吧 所以你要怎么做呢 随手写随时写 重复写 什么意思呢 你把微博当成一个素材库 当成你一个随手写的素材库来写 想到一两句话就写出来 理解我意思了吧 非常简单 我现在在这上厕所 蹲在马桶上无聊 想到一个什么话 想到一个什么事 我就随手写两句 对吧 我到哪里见人 然后这个人跟我聊了几句话 很有意思 随手写下来 发到微博上 我到哪里玩 一路玩 一路洗 一路随手写微博 这就是随手写 随时写 我真的 你们可能会发现 我经常会一天到晚都在微博上泡着 从增加增加已经一直到 早上六七点点钟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都在写微博 对吧 因为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不是工作 它就是我 它就是随手写 它完全想出了一个 写的习惯 随手写 随时写 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随手写几条微博出来 然后你们要看我微博的话 你会发现我微博有时候就很不规律 可能突然间发个五六条 是吧 然后很长时间不发 因为可能我在玩一段时间 或者我有什么事情都就没做 但有时间我就发几条 对吧 养成这个习惯 一定要养成碎片化写作的习惯 随手写随时写 然后呢 重点部分来了啊 然后你可以重复写 什么意思呢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你可以把你随时写的那些碎片化的想法 再组合成一篇文章 就你写过了还可以再写 再写 还有一个就是重复写什么意思呢 一年前你写过的内容 今年可以再写一遍 对吧 然后一年前你在三八妇女前写过一篇女性的文章 今年可以拿出来再写一遍 改吧改吧再写一遍 对吧 你三个月前写过一篇什么文章 写过一条什么微博 现在遇到一个热点 你拿过来再写一遍 对吧 你之前写过几条微博 写过几条同类别的微博 内容差不多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 再写一遍 对吧 重复写 自媒体写出的一个诀窍 特别要提醒你们一下啊 很多人写自媒体 他们会不断写新内容 然后他们就崩溃了 但是自媒体不是这么多的 内容写法只是为了迎合你的阅读量 自媒体其实是要重复的 各位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说法啊 自媒体是要重复的 你可以不断重复你的想法 不断重复你的内容 可以反复的写 把一个内容 把一个素材反复 反复写写了 写了又写 对吧 因为你不是只服务于你目前的粉丝 你要服务于更多的粉丝 你要让更多人看见你 那么每天来的新人都是新的 他们可以看你旧内容 但是你如果说重复的搬运 比如说我写过 拿过来再发一遍 这时候不合适啊 你可以拿过来改一改再发 重新写下再发 我微博上也会出现大量的那种 旧博重读是吧 我也会出现这个内容 但这种内容一般都是非常好 优质的内容 我重写了一遍 或者我改过了 重发一遍 这种内容是非常好的啊 各位 碎片化写作重复写 这是我们一个秘诀 掌握这一点之后 你就会发现写作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难度了 如果你写微博 一看又想写长微博 一天写不到几条 你就崩溃了 你写不下去了 但是你想成了一个碎片化写作的习惯 一天写个十条 二十条三十条 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 因为你写个二三十字 有一条微博 有压力吗 一点压力都没有 对吧 我最多一天写过多少条微博呢 我在2020年的时候 在拼命写微博这个时候 曾经一天写过一百三十二条微博 全是原创 各位 当天大概写了两万多字吧 你讲的碎片化写作的习惯 随手写 随时写 重复写 不要怕重复 再重复一遍啊 写微博 不要怕重复 不要说担心你之前写过了 现在不能再写 没关系可以重新写 再写一遍 没有关系啊 这是第一个秘诀 碎片化写作 第二个 有没有第二个 这句话放出来 量大出奇迹 高产四母猪 看 如果你是我短视频 大活训练营的同学 就对这句话 就非常的熟悉吧 我们一直在强调这句话 你只有写的足够多 才能由量变到值变 只有写的足够多 你才能提高你的写作水平 对吧 是一样的 不管你做短视频也好 做抖音也好 都是一个逻辑 都是一个逻辑 OK 那么第二条 跨平台整合 又到了一个 如果你是短视频 大活训练的同学的话 你也会知道 我提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那个逻辑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做抖音的逻辑 做抖音包含逻辑 跟微博做 微博包含逻辑 基本差不多 跨平台整合 什么意思呢 你在写作的时候是输出 但是更重要的是 是要输入 如果你想长期的输出 那么一定要建立起一个输入的渠道 输入的方法 如果你不能去长期 如果你没有办法输入 你就没办法输出嘛 因为写就粗节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跨平台整合 也是建立你网感的过程 建立你网感的过程 跨平台整合 举个例怎么做呢 假如你要写一个什么东西 你想写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从多个平台上搜索 搜索各种素材 这样就不用担心你写不下去 我曾经跟你说过吧 我在前面一节课里面 那个蹭热点那节课里面 曾经说过 一个热点可能蹭十条出来 对吧 那怎么蹭呢 你看到这个热点 你就在微博搜一搜 看看别人怎么写的 对吧 你可以到头条搜一搜 有没有相关内容 你看到B站搜一下 有没有相关内容 你可以到抖音搜 虎扑搜 知乎搜都可以这么做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 就是在找素材的过程 同时也是建立网感的过程 当你看到了很多东西 在头条上 它是非常热的一个内容 在那个知乎上 是高概内容 你就明白 它是爆款的内容 你在找素材的过程 跨平台找素材的过程 同时也是建立网感 培养爆款思维的过程 各位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建议各位每天花点时间去各个平台刷一刷 你要花点时间 反正你是我 对不对 你刷你喜欢哪几个平台 比如我日常刷的平台 就是这几个 我日常刷的平台 基本就是微博 抖音 微博和B站 这是我最常刷的两个平台 抖音偶尔我也刷一刷 知乎我偶尔刷 那我最多的就是微博和B站 这两个平台 那么 当我在B站上看到一个 我给你们讲一个特别有用的东西 当我在B站上看到一个超高阅读量的播放量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那这个内容如果搬到 如果我把它搬到微博上 十五八九也是可以可以报的 那我怎么搬呢 我可以把它重新写一遍吗 对吧 我拿这个素材重新写一遍 对吧 我也可以拿这个素材当个油头 我写一遍新东西出来 都是可行的 都是可行的 这个地方呢 可能已经有人知道 我们的很多学员最开始做事的时候 也是在做搬运 比如我们从微博搬运到抖音上 然后呢 先搬运 先搬运在二次原创 最终是原创 这是一个过程 各位 我重复 你从一个基础的人 从小白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是先搬运 然后呢 再去二次原创 就是改写 最终到原创 这是一个过程 开始一定要去找大量的素材过来 找大量的包款素材过来 你看头条 三百万元多量 是不是就可能到微博上也会包呢 对吧 你看B站 你看到了一个 你看你看支付 看到了一个高站 有个几千站的那种 那么这个几千站那种 搬到微博上十有八九也是可以的 搬运有时候很简单 有时候甚至只上其张图 加个加几句话就可以发过来的 因为你看一下微博 很多人都这么干过 对吧 这就是这个逻辑 就是你一定要去找素材 没有素材你就做不下去的 你没有素材 你靠自己强力输出 过的时候你就枯竭了 你就输出不了了 但是你养成跨平台 整合搜集素材 建立网感这个习惯之后呢 你做什么都容易做 好 这句话 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短视频大科学内容里面 讲过的那种 凡是以前报过的内容 都可能再报一遍 凡是微博以前报过的内容 都可能再报一遍 各位都有可能再报一次 凡是在其他平台报过的内容 都可能在微博上再报一次 这两句话特别注意 所以各位 你如果想去写报款内容 不要自己去写 不要自己硬写 一定要去看 大量的看报款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写过 报款内容的时候 你对报款是一无所知的 你写出报款内容来 但是你看过大量报款内容 你在币章上看到很多 几百万播放的 你在支付看到几千高赞的 你在你币章上看到 那个各种那个转发 特别多的那个东西 OK 他们基本都是高赞的 都是报款的 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很多微博的营销号 在搬运我们学员的 在抖音上的内容 理解我意思了吧 跨平台搬运是一个很捷径 我建议你们开始不会做的时候 就能搬运一下 其中途发出来 当然你不能说把这名字捷掉 名字还留着嘛 然后呢再发出来 这是可以可以做的 后期慢慢去练习你那个 慢慢练习你的原创能力 OK这是我们的叫跨平台整合 最后一条 建立资料库 有人问我 你是怎么这么能写的 以后会有一个资料库你知道 因为本身我就读了很多书 我看过很多内容 我就不看资料也能做出来 另外我在我其实建立了几个资料库 比如说互动话题 我在石墨里有个文档 大概放了两百条互动话题 各位 你要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去整理一下 比如说 我今天看微博 我看到了某人发了一条互动话题 好 我就把这个互动话题复制下来 放到我的资料库里面 我这样做的话 我可以不断的搜集 搜集一两百条互动话题 那么我就 当我某一天没有时间写内容 或者说某一天我不想写了 我就想互动一下 我也想不出写什么东西了 我就打开我的互动话题 复制一条出来就可以了 懂了吧 各位 互动话题 我大概搜集了两百条互动话题 随便做都是可以互动半天的 你们可能也会 有时候会发现 我半夜会说 你为什么你还没有睡 对吧 这也是互动话题 对吧 有分析可参与 之前的话题 第二个就是报款话题 报款话题 把其他平台上 报款过的那些内容 你可以只写个标题 写个摘要 把它放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记住这个东西 写个内容 写个摘要 放到你资料库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放个链接 将来以为你来用 那么这个话题 也是很重要的话题 报款话题 就是它不是互动的 但它是报款的 你可以多做一点 然后有时间多看一看 多看那些 特别提醒 特别提醒 多看那些报款标题 那些标题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然后还有就是相关的素材 如果你想做某个领域的内容 那你在这个领域里面 就大量搜集素材 怎么搜集呢 跨平台整理素材 找出那素材来 放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资料库里面 放上20万字的内容 是吧 你在做微博的时候 还怕吗 实在没啥写 打开抄两条就好了 对不对 写微博最简单的一个写法 就是抄个语录 把人名字写上去 这也是一种写法 实在没得写 就写这个好了 就是相关素材 当你 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库 有互动话题 报款话题和相关素材之后呢 你做什么都很容易做了 建立资料库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各位长期的过程 你要做的是 随手保存 不断完善 看到了 就随手放到你资料库里面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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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 每天看到就做 每天看到就做 每天在刷微博 刷到一个互动话题 就放到互动话题里面 看到一个报款内容 觉得这种可以 可能将来会用 一个报款的标题 就放到你的报款话题里面 各种素材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 然后不断完善就可以了 OK 各位理解了吧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点 就是微博呢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什么功能 就是历史吧 就是就是你你过去的 比如说今天吧 可能把我十年前的今天 都我都可以查到 我有时候会把 我经常会点这个东西 我把我之前写过那种 拿出来再改把它写一遍 这样就 这样就减少我的工作量了 对吧 然后呢 因为我微博 现在甚至半年可见嘛 因为我很烦 别人在挖我的坟 现在微博上 那个力气特别大 动不动就挖你 特别麻烦 所以我如果 甚至半年可见 甚至半年可见之后 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可以把我 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 四年前写内容 拿着再写一遍 都是可行的 这个事也可以做 因为这就相当 我自导库了 各位 最后一个 这一点非常重要 各位 微博 我现在没有讲到 盈利模式 但是我 但是我要 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想 想做盈利模式的话 你的相对垂直 还是要做的 不要做太吹吹 比如只发专业内容 它是没有流量的 你要发的是那些 报款内容 才有流量 但是呢 你要慢慢的往 你的专业内容上 专业内容靠一靠 那么怎么做专业呢 怎么做定位呢 很简单 就是我写的这几行啊 写下 与你有关的 所有的 所有的词 然后呢 按照重要内容 分重要程度 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 经常用关键词去写作 各位 这就是给你的建议啊 这一点 它跟报款没有太大关系 注意啊 关键词库跟报款 没有多大关系 但它对你未来变现 商业价值非常有用 这段 这点我也不用讲太多了 就说这么一句就可以了 你知道 就是你去开个文章吧 你开个记事本 然后呢 你能把你能想到的 跟你有关的词放进去 没事你就看一看 没事你就看一看 写作的时候 尽量想想我能不能用个 关键词去写 就可以了 好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所有内容啊 微博报款写作课的第五课 是 那个 怎样成为一个话道 并且让你爱听成为报款 就这么一个东西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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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